咸丰有多苦 掏空家底三千万两 竟挡不住太平天国两万人 1850年2月26日 咸丰登基以后 摆在他面前的 就是一道关于广西叛乱的奏折 还没等咸丰把这件事情处理完 广西地方官员陆陆续续上报的 关于地方匪患的严重公文 像雪片一样飞来 其中就有关于太平天国的内容 但咸丰对于这支叛军 是什么来历 毫不知情 当委任办理广西匪患 钦差大臣的林泽徐 不幸中途去世以后 咸丰帝改任两位大臣 一个是当时的能臣 李兴元 另一个就是有名的酷吏 周天爵 咸丰想的是能够中和二人的脾气 做到能文能武 但这种分权的人事安排 到后面还是出事了 清军越打越糊涂 1981年1月3日 李兴元接到命令后 心夜兼程赶到广西桂林 李不愧是有经验的智力能手 他通过下面人的报告和叙述 在广西多个叛乱队伍中 一下子就盯上了贵平津田村的这支太平军 但是李兴元也没搞懂太平军的实情 给皇上的奏折中还写着 为政 洪秀全等人 思结上帝会 首领的名字也都搞错了 不过接下来 清军的情报就越来越奇怪了 有一种越打越糊涂的感觉 一月底 周天爵到桂林和李兴元会合以后 他在给咸丰的信中说 广西最终的一股土匪为上帝之首 维元界 周认为太平军首领是维昌辉的父亲 又打了一个月 周天爵等人才疑心 洪秀全传为逆首 可是这个时候也就是3月23日 洪秀全已经在东乡登基建国了 更奇怪的是 4月21日 清军和太平军交手将近三个多月后 竟然以为洪秀全乃传天竹教者 清军将领这么不明对手的情况 坐镇指挥的大臣们也就只能手忙脚乱 三个人三条心 咸丰听到广西叛乱消息后 确实想尽全力平定广西乱局 让秩序稳定下来 因此在用人和花钱上面一点不含糊 他先是把傅贤在家的林则徐召唤出来 之后任命李星元周天爵二人全权办理 这三人都是当时口碑不错的能臣 可见咸丰还是下了功夫去思考解决办法的 在花钱上面咸丰和他扣门的老子道光帝相反 一点也不心疼 他是结果主义者 只要天下太平 大清的家业守住 钱花再多也值 截止到1851年4月26日 咸丰就掏出国库银子160万两 他担心不够 又从皇宫小金库内务府拨出一百万两来 他觉得这么多能人加上财政支撑 区区两万的太平均也应该不成问题吧 但是咸丰错了 咸丰当时让李星元周天爵二人搭班子 就是想收到刚柔病级的效果 但哪知道这种分权模式出了大问题 周天爵一点也看不上李星元 处处干涉李的军事部署 新担任广西巡抚的向荣 觉得两位上司只会纸上谈兵 更无视李周二人 三个人三条心 咸丰收到的捷报多了 但是太平均怎么越杀越多 局势越来越坏了呢 李星元向咸丰坦白 自己没本事 要求换主帅 咸丰这才明白 清军一直以来是小胜大败 没用的赛尚阿 咸丰看到自己最初设想的文武大臣 相结合平定叛军的方案失败以后 他选择了当时大清最顶尖的人物 担任文学殿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赛尚阿 为了再次防止将领互相遏制的情况 临走前咸丰地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 给赛尚阿赐了一把刀 象征着亡命 有着随机行事的大权 1851年7月2日 赛尚阿抵达桂林 此时他手下强将如云 包括向荣乌兰泰等人 咸丰又给了充足的军饷 朝中上下一致认为 这次一定成功 但是咸丰要大失所望了 从来指挥纸上谈兵的赛尚阿 如何能指挥千军万马 咸丰一直满怀期待 希望他的大学士能给他带来捷报 并一次次满足赛尚阿 要求追加军饷的要求 但是送上来的奏折 传是一些空话 大话 废话 赛尚阿督占各位将领 围攻永安城 长达半年时间 就是没能攻克下来 眼看永安城即将到手 红袖泉又成功率军突围 直奔桂林 从此太平军将成为咸丰的梦魇 咸丰为了平定太平军的叛乱 前前后后花了三千万两白银 但是将领的勾心斗角 清军糟糕的情报系统 统帅的无能 反而使得太平军的势力 越来越大 谢谢大家